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下午傳出了一個突發的消息 就是在YouTube時評界排在第一位的KOL蕭若元老蕭 他的頻道上所有片段忽然被消失 這件事引來網民的廣泛關注和擔心 大家都很害怕一件事 就是到底老蕭會不會被YouTube滅了聲 因為老蕭的YouTube頻道有64萬人訂閱 而且他每一條片放上網 最少點擊都會去到10至20萬 多則可以去到80至100萬 在香港的影響力非常大 難免會令市民感到不安 老蕭就在Patreon自己出來解釋 他就說 跟YouTube已經溝通過了 YouTube就打給他說 說是行政失誤和政治事件是無關的 緊急收復工作進行當中 雖時五天 當然老蕭對此也有點質疑 究竟YouTube搞什麼需要搞五天那麼久 故此他就呼籲大家 如果是要看他的短片的話 可以上到他的Facebook 或者是參加他的收費Patreon頻道 實情我們可以順帶宣傳一下自己的Patreon頻道 我們有什麼獨家內容可以提供給各位益友呢? 首先就是我們平時 星期六晚的直播節目重溫 如果大家錯過了 就可以通過Patreon看得回 至於第二件事 就是會員專享的短片 我們第一波去講的是 關於香港本地的歷史 因為在這方面 較少人去談及 而香港其實很多人對於本地市 都有濃厚的興趣 內何無從入手 故此我已經選好了一系列的題目 將會陸續發佈這些影片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是參加了Patreon 或者我們YouTube的收費頻道 都會看得到 在這首先多謝各位益友的支持 好了 說回老蕭這件事 其實他現在面對的情況 真的非常耐人尋味 因為他現在面對所有影片下架的情況 不是他第一個面對的 在較早前 有另一位很著名的YouTuber 叫做Jason 大J 他擁有九十多萬個訂閱 他也是粵語的YouTuber 又是黃絲的KOL 他較早前面對 就是跟老蕭一模一樣的情況 就是那些影片突然間不見了 好了 後來當然也是修復了 因為那些所謂行政失誤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專門針對黃絲的KOL 會有這種情況呢? 因為目前我們都未見到 有藍絲的KOL 是出現類似的情況 故此 如果市民有這種聯想 實在是難以避免的 還有YouTube在把關方面 也應該是做得好些 就沒理由 人家投訴說侵權 有理沒理就把別人的影片下架 你要查清楚才行 對不對? 這件事對於創作者來說 是非常受傷的 突然間有幾天 不可以把片段放上網 這幾天 客觀效果 就是按了聲 當然 他最終都會收復過來 但是沒有理由 變成這五天的時間 就剝奪了人家的言論自由 當然 大家可以參加 老蕭的Patreon 和他保持聯繫 故此 Patreon 成為了 保持 創作者 或者KOL 和聽眾之間的一道聯繫大門 希望Patreon 不要像Youtube那樣 如果一旦 這些門都關上 又不知要搬遷去哪裏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大家相信 記憶猶新的就是 去年6月9日 有100萬人上街遊行 要求特區政府撤回 逃犯條例的修訂 當時沒有五大訴求 當時也是非常和平 理性非暴力 純粹是用民意 希望感動得高特區政府 撤回這條例 終於當市民是臭死 於是 6月9日 就是標誌著 反送中運動的揭幕 好了 在6月9日的前夕 特區政府 在網上舉行了 《基本法》頒布三十週年研討會 由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發表演講 他是副主任 因為他之前是做主任 監視被夏寶龍做了 他頓了 就是副主任 到底他說了什麼 我就歸納了幾個重點 第一 他談及到二次回歸這個詞匯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進入到中期 有不少值得反思和改善的地方 特別是 在自權和人心等方面 的問題是比較突出的 以至於有不少的國際知名學者都提出 香港是需要二次回歸 實情人心為何經歷了這二十三年都未回歸呢 不是市民需要反思的事情 是你這個政權需要去閉門思過 大家當初就想 包括西方社會都是這樣想 當中國收回香港這個主權以後 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 雙方就會得到磨合 怎樣磨合呢 就是中國方面得到進步 在中國出現了一些 無論是經濟方面的改革也好 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好 慢慢將步伐 就和香港同步一致 現在就不是 因為政治改革在大陸來說 就是一條不能夠觸及的紅線 故此 無論是香港和中國 再磨合一個世紀也好 到最後都是談不完的 這是牽涉到核心價值不同的問題 好了 現在如果要再磨合的話 那要怎樣磨合呢 唯有就是將你香港降低一點 才能夠遷就大陸 所以你說人心是怎樣回歸得到才行 你看看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 現在是摧殘成一個怎樣的模樣 故此你說人心回歸 基本上不是香港人的責任 而是管治者的責任 至於說到什麼自權回歸 這些根本上就是魏命題 由97年7月1日回歸那一刻開始 主權移交之後 中國就已經是正式掌權 只不過你現在再提出自權的意思 無非就是要你直接在香港能夠指手畫腳 在香港能夠直接指揮 就不需要再通過一個傀儡政權 去執行你的指令 可能你就覺得頭二十幾年 他執行得非常脫落 一波一波 不符合你的願望 不符合你的期望 於是就要自己來 以前還在說 香港是有兩個權力核心的 現在就只有一個 這個不是中環 而是西環 是很明顯的了 因為大陸強調可以在香港行使全面的管治權 和監督權 不然怎麼會有這個所謂二次回歸的遲回出現 實際上香港人應該要怎麼理解二次回歸呢? 根據大家一般的理解就是 二次回歸就是2047年的時候 最後香港就要被大陸全面收回 現在大陸搞這套港版國安法 只不過是將2047年才上演的大結局 提前27年就放在香港上演 這件事就等於當年TVB腰斬 輪流轉的情節一樣 反正都被老蕭那套大地恩情打到 一拋一拋 連遮醜報都沒有了 索性不演 提前上演的大結局 沒有眼屎乾淨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 好了 第二件事 張曉明強調 說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會失去 這件事 無非他就是安慰大陸政權 是不是失去 對於香港的抗爭者來說 他們就不太關注 老實說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在國安法出台之後 香港社會就會恢復穩定 營商環境就會因而改善 中央會加大對香港支持的力度 包括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是你中共宣布就是 要國際投資者都承認才行 要人家肯放錢在你那裡投資才是 否則中國早就已經有幾十個國際金融中心 由三十多年前 五個經濟特區開始 然後又說要搞上海浦東 然後又說要搞深圳前海 然後有很多省都各自開了自貿區 繼而到澳門又說要培植別人做金融中心 醉山又說要在海南島那裡搞一個自貿區 最後都是搞不成 為什麼呢? 因為法治制度和金融制度配合不來 不能夠跟國際投資者接軌 就這麼簡單 到底這些是不是在輔助香港的措施呢? 還是在找機會來取代香港呢? 也不要說98年的金融風暴 現在不知為什麼大陸很多網誌或者文章 經常都說那時候大陸有份幫香港救市 實情那次就是由時任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 再加上時任的金管局局長任志剛 是擊退了那幫國際金融大鱷 就跟你大陸毫無關係 當時大陸沒有出過一毫子去幫香港 你不用說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有大陸支持 你先顧好自己吧 各省有這麼多財政赤字 各地有這麼多債務 乃至於一帶一路的國家 現在經常要求中國減免債務 很多國家說還不起錢 中國都自顧不暇 號稱說又不知道多少萬億的外匯儲備 實際上可以輕易動用得到的又有多少呢? 一直找一些替身來打算還雲 最後一隻二隻都不行 變回殭屍 第三件事 他就說 大陸的法治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 這件事就真是厲害了 他就強調 國安機構在內地都要嚴格依法辦事 怎麼可能來到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有些香港市民不太信任中國的法治 其實中國的法治就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 而且大陸和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都差不多 同樣是堅持正當程度 無罪推定等的原則 各級法院判民都放了上網 接受全社會監督 有好幾位香港大法官參觀完最高人民法院之後 都讚不絕口 如果他不讚不絕口 如果他不讚不絕口 如果你認為中國的法治真的這麼進步 那為什麼一宣布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那麼多人去開離岸戶口 那麼多人去唱美金 甚至乎很多人去查詢移民 到底是否真的信得過呢? 不要說香港人 就算是大陸的高幹子弟 或者是高官的老婆 有多少人移民去外國 是拿著外國的護照 大家就是心知肚明 這件事 真是陽光司法 好了 最後他就說到 中央今次出手 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 那麼實情是否真的在說的事實呢? 為什麼要搞這個港版國安法呢? 無非就是要針對著示威的浪潮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反送中的示威呢? 就是你特區政府一意孤行 要推行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那麼當然 這個是中央的意思 還是特區政府本身的意思 大家都心照 那麼你當初如果不是強推這件事 那又怎麼會有後來的示威呢? 如果你當初是肯去撤回的話 那就不會有那麼多後來的警方出現 不會再有什麼 七、二、一、八、三、一、十、月、一等等 系列的情況 那怎麼可以說這件事是反對派逼得出來的呢? 反對派有沒有這樣的能耐?有沒有這樣的力量呢?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